君子 君子 大家可以分辨到这些 蒙了眼的人 甚至他手上有武器 而此前的就是 區議會 區議會一意孤行 進行這個 沒有討論價值的議題 去年11月,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大勝 在離島以外,所有區議會都得到主導權 但上任以來,他們面對的似乎是一個又一個的困局 冰哥,你好,先抱抱一下 好,你好 過往未有疫情的情況下,上訴很快 一個星期左右,但現在法庭的行政方面真的很亂 所以有機會一個月、過半月也未能支持,算了 去年11月2號,文念志在百多個民主派區議會候選人發起的選舉遊行裏面被捕 到今年3月8號,已經當選大埔區議員的文念志再在大埔被捕 罪名都是非法集結,律師提醒他再次被捕,控方可能會申請還押 這個一時間一耐了,其實自己都有點不開心 因為始終人不選你出來,有段時間你是缺席在這個地區上 連同他在內,新一屆區議會上任只是4個月,已經有15個區議員被捕 包括3個區議會主席 如果他覺得到街上可以打我們拿無招噴劑 或者連區議會主席都能捕,這些就是他覺得成功了 我覺得他實在太年輕了,在整個體制裏面 他招軍體也相同 和警方的衝突,只是新任區議員和政府矛盾的其中一個例子 很對不起,我們都不想的,但是區議會的確是一個諮詢架構 他不是有一個好像立法會的一個法定的權力 我現在就要求他停止,他就停了,不是這樣玩的 梁逆亭2017年開始就跟進觀塘海斌的音樂噴傳 噴傳造價高達5千萬,是兩屆前的觀塘區議會 在2015年通過興建,2018年過了立法會財委會 對我來說,其實是無緣無故的,用一筆很大的錢去做一些很無遺的事情 我們剛剛當選的時候,其實大家都深入知道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叫停這個音樂噴傳 但理想和現實有很大落差 就算民主派在觀塘區議會 40席贏了28席,音樂噴傳都是繼續推 民政總署找了一些代表出來,就開始說 就說不行了,我們沒得談的了 無論如何,我們都一定去馬的了 這個是區議會的決定,我們是不會違反了以前的決定的 由占旺區議會亦都通過議案 不再更新西洋蔡南街的天眼,但民政署都沒有來到 他只是說你區議會有沒有實權 你不可以監察,你無權監察的 黃偉賢由1988年開始做區議員 今屆當選元朗區議會主席 他亦都是15個曾經被捕的區議員之一 這一篇就是我當選主席的時候,我的發言 就說,究竟我們區議會 在未來四年是能夠賣開大埔 還是寸步難行呢 根本取決於政府的態度 我們不能夠繼續參與這個會議 我只剩20分鐘,不好意思 那些污漬的南卡不會進來 很明顯看到政府採取的態度就是 和你議會對抗,你做什麼我都不讓你做 我用盡一切辦法來阻撓你 做了32年區議員 他說區議會的權力其實很有限 例如錢最終都是政府批 由區議員印上宣傳品之後 民政總署都不肯批錢 根據法例來說,區議會的撥款 最後控制錢那個 要簽那張支票出不出的 還是民政專員 你覺得政府是否很害怕你們做到 是,這個很肯定 我做不到,我也不想你們做到 問題就是這樣 似乎想攬炒,我經常都說是政府 民主派在區議會翻盤 不少人預期的美好圓景似乎未見到 黃偉賢說 現在最重要是大家都認清事實 他們就是很想很快做到很多事情 似乎在這幾個月他們是有點挫折的 所以我一定要令到他們認識實際的情況和困難 我們都要跟我們的選民交代 為何那件事這麼慢 我們都會直接說回理由 就是政府有甚麼是阻礙我們 給一點點耐性 有時候不會一些事情一夜之間 就變天然後變得很好 是不會的 而是慢慢爭取一些我們想要的東西 然後放回去 這一刻我覺得我們不會因此而放棄 或者感到灰心